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怕经济被拖垮 英国央行立刻宣布调降对银行缓冲资本的要求 脱欧冲击效应持续扩散 恐怕也让英国这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面临不保 对英国金融业者来说当中最麻烦的就是交易系统和业务的转移 目前部分金融商品全是以欧元来结算 一天的交易规模就逼近一兆欧元 全球在伦敦40%的外汇交易都会受到影响 眉头声索赶着去拜访同行讨教 他是一名专为日本企业提供收购英国公司建议的老板 英国脱欧的阴影他很有感 日本企业自然想要断断 一步腿弄得起来 英国企业论 这是最恐怖的 目前在英国250多间的外资金融机构当中 已经有部分在考虑要转移阵地 都得国或法国的金融城市设点 好比如法兰克福 而法兰克福的居民则是老神在在 因为他们对自己城市的实力很有信心 早在英国为了脱欧留欧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法兰克福这间金融业者已经架好网站 用英文列出税率等在地优势 为了就是把在伦敦的优秀员工吸引过来 看看目前法兰克福的人口不到一百万人 当中只有七万人从事金融业 远不及伦敦的七十万人 不过法兰克福倒是有一项其他城市没有的超级强项 那就是欧洲央行的总部就设在这里 足以吸引外资银行甚至刺激当地房产 但这份乐观预测还是比不上挥之不去的脱欧忧虑 而就在全球金融市场不稳定之际 新版的欧元纸钞在周二亮相 为了打击假钞 欧洲央行推出了在所有流通中的欧元 使用最广泛占比高达45%的50块欧元 在英国脱欧风暴下 欧元未来也受到持续关注 而暑假国人热门旅游景点日本 现在景气究竟如何呢 根据日本央行公布的日银短关 大型制造业景气跟三个月前相比持平 非制造业则连续两个月下滑 其中重要的关键就是汇率跟外国观光客 今年上半年日元兑换美元最多升值20元 大大影响到企业获利 而之前也报道过 现在陆客暴买潮减退 这也重击日本百货零售业 金融海啸后 日本一路下滑的路线价 八年下来终于止跌回升 东京银座五滴木的银座中央通 更是连续三十一年蝉联帝王 银座精华地段路线价 比去年上涨百分之十八点七 路线价是日本国税厅 在主要道路设定的单价 而推升路线价的原动力之一 就是外国观光客的爆买 这波路线价上涨不止大都市 甚至带动地方 包括广岛福岗也上涨约百分之十二 十四个都道福建同同上扬 全日本平均八年来首次正成长百分之零点二 其中以北海道的新雪谷地区涨幅最大 比前一年上涨百分之五十 当地的粉雪大大吸引外国滑雪客 2014年度创下史上最高 44万外国人住宿 这家四年前开幕的高档饭店 冬季房客九成都是外国人 是香港富商投资兴建 去年12月再追加20亿日元 约台币6.2亿盖别馆 距离东京约一小时车程 神奈川县向摩园的桥本车站 路线价也上涨超过百分之十 因为十一年后 慈福中央新赶线将通车到桥本 到时候新车站就在JR站附近 目前周边正准备再开发工程 但其实现在日本景气陷入低迷 根据日本央行最新公布日盈短关 也就是企业短期经济观测调查 大型制造业景气持平 最大的原因就是不断升值的日元 上个月底因为英国公投脱欧 对美元甚至升破百元大关 半年下来已经升值20日元 这家200名员工的空调制造商 上半年原来设立的汇率 是115日元兑1美元 照现在约102的价位 过例肯定恶化 为了因应汇率波动 这家公司决定把海外生产比例 从27%提高到35% 材料也改用较便宜的中国制 不只制造业停滞 非制造业更是连续两期恶化 零售业尤其明显 今年访日外国观光客 虽然已突破千万人次大关 但暴买潮退烧 北海道札幌这家百货公司 每人平均消费额从3月就开始减少 为了掌握外国客动向 札幌市与NTT合作 分析观光客智慧手机行动数据 发现韩国客集中市区饮食 泰国客偏好购物 台湾客则是游览各地 观光服务业要抓紧消费者需求 但如果日元持续升值 外国旅客也会减少 同时影响企业获利 往后日本景气走向 汇率恐怕是关键 再来关注菲律宾总统杜特蒂 他从竞选开始就宣誓 对罪犯杀无赦 而根据统计 从5月初到现在 有超过百名嫌犯 在菲律宾警方执法时死亡 菲律宾的毒品有多泛滥 超乎你的想象 1.7亿亿亿亿亿产生使用 의�ât nuestros 玛尼拉郊区这个贫困的社区 早就被毒硝控制 未成年的孩子也染上毒瘾 我们有很低的罪犯 所以旗兵们不害怕 对 现在毒贩可能开始害怕了 因为铁血总统杜特蒂还没上台 就开始放话 要警方对毒贩杀无赦 从5月9号总统选举期间开始 菲律宾警方就宣布要加强打击犯罪 不到两个月已经有超过100名嫌犯在警方执行时被当场击毙 他们大部分都是毒贩 其次是性侵以及一般的窃盗嫌犯 菲律宾从2006年开始废死 但治安一天比一天差 很多老百姓主张乱世用重点 因此选出了主张恢复死刑的杜特蒂当总统 只是也有不少人认为杜特蒂根本是个以暴制暴的蟒夫 翻开过去杜特蒂当市长时的档案 被误杀的平民百姓可不少 这些无辜被执法人员当作罪犯屠杀的人 难道就该死吗 但人材责组织集团 谈了一个检查 说多数千人都在达典特蒂当时逃避 菲律宾的法界人士以及学界都对他大摇起 认为杜特蒂根本就是乱搞 但看看他上任之前的菲律宾 仅仅是2015年底 包括中国人和墨西哥人 都尝试到马尼拉建立贩毒的探头堡 我现在是比较大人 我现在是比较大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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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大人员 中国人是比较大人员的最大人员 而杜特蒂才上任四天 已经有三十多名毒贩拜拜了 以贺阻力来说是成功的 过去大家都知道菲律宾警方根本和毒销勾结 现在杜特蒂警告他们如果不划清界限就赶快辞职 不管外界批评 这位具有高度争议的总统依旧我行我素走自己的路 一撞就会做到 TV院新闻综合报道 中国大陆最具代表性的飞弹驱逐舰 此时此刻正在南海西沙群岛进行围棋七星的军演 时间点非常敏感 刚好就在海牙法庭对南海仲裁案宣布结果之前 中国大陆最次前往南海军事演习 这回摆出的阵仗由隶属北海舰队的沈阳号 南海舰队的兰州号 东海舰队的宁波号 以及一艘潜艇 国防部官员回应称 这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进行的例行性演练 大陆声称是例行性演练 但是地点选在海南岛以东到西沙群岛的南海海域 而且演习时间从7月5号早上8点开始一连七天 直到海牙法庭对南海仲裁案公布结果之前 华谊街日报认为 中方选择在这个时候举行军演 似乎有挑人意味 战争随时爆发 你们准备好了吗 有分析认为仲裁结果可能对大陆不利 才会想要借由军严宣示主权 我们是表明对我们核心利益上 我们没有让步的可能 中国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 来捍卫国家的领土和我们的海洋权益 这项南海仲裁案是菲律宾艾奎诺三世时代送建的 驳斥大陆划设的九段线 把菲律宾的经济海域也划进去 同时也和马来西亚越南问来重叠 但这项仲裁案大陆打从一开始就严明 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 使得负责处理仲裁案的菲律宾首席律师 批评中国无法无天 中国如果拒绝接受裁决结果 等于宣布自己是不尊重法治 是无法无天的国家 而菲律宾律师的言论被大陆拿来质疑仲裁庭 缺乏可信度 他似乎知道裁决将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而且似乎知道裁决是在朝他希望的方向 写有关的结论 雷切勒现身说法 在此证明仲裁庭是有关人员的代言人 倒入此时正在军演的地点 也刚好是跟越南有主权争议的海域 在这里捕鱼31个年头的越南渔民 感受到最近几年 大陆的威胁越来越强硬 而大陆挑戏刷海运演习 和他们相对应的菲律宾东汉 美国双航母6月中才刚来过军演 各界评估大陆很可能冲着这一点 在未来几天扩大军演范围 军演时期似乎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对华施压的力度是非常大的 派了他的航母来在南海转来转去 想要吓唬中国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我觉得中国必须要表明立场 仲裁结果即将宣布 南海局势随之升温 牵连了靠海吃饭的渔民 也得绷紧神经 在枪林待遇的风险中逃生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香港设计团队打造了智慧水杯 他能够分辨里头装的是谁 还是黑咖啡 还有你喝了多少